我已經是社會人士,所以如果要每天去更新影片的話,會對我來說是非常困擾的 所以我沒辦法一直整定做到電腦前面製作影片 我會盡量的每個禮拜,應該說我一定會在每個禮拜至少試出5支影片 先說好了,抱歉哥,將近2個禮拜才更新影片 最近工作上的東西越變越繁雜,你不注意就有兩個禮拜過去了 雖然紀錄中路上來說,我上個禮拜還是有更新影片 嗯,對 然後下一期的Show Film進度只有完成20% 但新的RBFLY我已經玩得70%了 這次的主題都會是Firebranded 所以ShowFilm的表現方式可能會跟以往不同一點 因為... 因為他很爛 OK 回歸正題 關於上次Q&A的影片釋出以後 不到三天我的訂閱人數突破了1000 非常感謝 然後問題也非常的少 好 所以我也把其他影片中常看到的問題拿出來一起回覆 第一個問題 不知道E面會不會繼續拍教學系列 我一開始是看到快速搶進場那部教學影片才開始follow 當時還以為是WT的教學頻道 而且我覺得E面空戰真的玩得不錯 我也希望能看到一些教學系列 嗯...Nope 我不會打算再做教學 因為有更好的教學在Youtube上 而且... 教學基本上都是紙上談兵 自己下場多十個幾十個 再加上我當時做的教學爛到榜 我甚至想把它從Youtube上刪除 但少數的朋友希望我繼續留著我才沒有想 嗯...主要是因為教學片太容易引到酸民 所以我才不想 嗯... 再來第二個問題 請問E面大大是用什麼錄影程式來拍攝 Fract 然後別叫我大大 再來第三個問題 E面什麼之後還會回去羊毛貓嗎 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啊 嗯...第四個問題 Or do you why win? 嗯...K 這要從我剛加入WT時期開始說 大約1.25的時期 我當時還在階級攻戰模式 每天都是在別人創生點上當Spawn Camper 但是每次一定會被防攻攻打下來 高度5000甚至6000公尺 都一定會被打下來 而且一定是被打到右邊一次 所以我乾脆把它塗成白色了 讓它看起來比較相關 之後我被防空砲打到右翅膀的次數就變少了 嗯...現在多半是打獎的 再來是最後一個問題 也是最常見的問題 Is this a sound mode? No 我想很多人都看過 Attack Jet後面的小劇場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自己操作上去的 這是Mignite Camperon 影片製作完成後的音軌 這是Modal Warfare製作完後的音軌 嘿 就可以知道 這全都是我自己操作上去的 你問我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因為我想 That's why 所以不要再問我是不是 sound mode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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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麼時候 都會做 那怎麼辦 結果 你還沒把他的音 Instant墨 最心的 對 每個 拍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